校园疫情连环报现在还传出台湾大学疑似有两名学生确诊 那么据了解呢今天全栋的学生都要来进行快筛 而其实很多人都说他们有听说类似消息 这一栋有同学确诊 然后所以今天会就是那个楼层跟公共区域都要消毒 我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有清晓 传出两名确诊学生疑似都住在宿舍 询问学生不少人坦言13号晚间就接获学校发出讯息 校方通知信上也表明一名住宿学生确诊 下午已经离开宿舍 不过一次确诊两人是同班还是同宿舍 目前台大回应还在了解状况调查中 全面的消毒 然后也有去要求里面的社报去进行筛检 对然后这个筛检在昨天半夜都已经做完了 而为了防疫台大也开出高教第一枪 80人以上课程要是不能维持社交距离 就得改为远距教学 还有停课标准则是改为三分之一以上课程 停实体课十天 全校就要改成远距上课 校园疫情报不停 还有高科大13号晚间公布 燕潮校区有住宿生确诊 扩大筛检后累计四人染疫 还有北一女中一名老师确诊 任教班级实体停课到周五 14号晚间大规模清销 晚上6点后晚自习和所有课后活动也都暂停 根据教育部截至13号晚间统计 全国共有311所学校2254名学生确诊 也显示病毒入侵校园持续加剧 地别新闻王翔章卫贤 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